淡水的公園化公墓每到清明节前后 都会涌入大量车潮 由于三路狭窄的关系 周边也常会造成严重的塞车情形 而为了要维持交通 淡水分局也决定将从本周开始实施交管 将在北二线及北五线进行管制 希望游客从北十二线方向单向进入公墓 从北五线离开 如此一来就能够确保交通顺畅 那今年为有效的疏解园区的交通状况 淡水分局将以3月29号 30号 以及4月4号 5号 6号等连续假期期间 针对周边的道路进行交通疏导管制 淡水分局表示 除了公園化公墓周边采取单向通行之外 另外针对山区较小载处 也将进行路边停车的管制 部分路段只限单边停车 希望能够维持道路的宽度 现场也会派出大量警力投入疏导 并且提供民众及时的路况 那淡水分局在这边呼吁淡水区的民众 前往墓园的时候 请多搭乘大陆交通运输 以及各园区的接驳公车前往 以及配合园警及携勤人员的疏导指挥 以其能够改善周边的交通环境 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而由于每年扫墓都会为山区带来大量车潮 因此北新路口也将会进行交管 分局除了呼吁大家可以多使用替代道路 来分散车流之外 更鼓励民众可以转成扫墓接驳专车 并配合警方的指挥 希望可以减缓对交通的冲击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